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很榮幸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陪伴的議題 就我所知道的訊息就是 所以今天在座 各位大概有一大部分也是這裡的志工 然後也有一大部分就是開放我們各地的 我們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們都可以來參與 然後 麗婷也跟我說 因為我這次來馬來西亞這一趟的主題 是從吉隆匡那邊開始 是更聚焦在分離失落還有哀傷的輔導 但是在這邊他希望我們更能夠有機會 從普遍的跟家人跟朋友在一起 也能夠使用的一些輔導的這些概念跟方法 所以可能兩個焦點我都會需要照顧到一下 是不是 那我設法 因為我知道在這邊的志工朋友們 大概已經都接受過很多的專業訓練 但是我也相信 可能也有我們從各個地方來關心這些議題的朋友們 可能也才接觸不多久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要設法 要深入淺出 所以希望能夠在今天的安排裡頭 能夠滿足到我們設定的目標跟期待 好的 那我就以這個題目來開始 一路上有你才有品質的陪伴 陪伴之所以重要 那是因為我們人都生活在關係當中 我們從每一個人的關係裡面 我們跟我們重要的人 我們其實就在定義我是誰 大概沒有一個人是抽空開了 不跟任何人連結 不從任何人的眼裡頭 跟他的互動裡面 就來說我是誰 我們大概都是跟我們連結的相關重要的人 互動裡頭 漸漸知道了我是誰 那因此呢 我們有一些重要的他人意思就是 我們生命中生活裡面重要的 可能是我們的父母親 我們的兄弟姐妹 等等跟我們生活在一起 會影響我們的 這個叫重要的他人 他們的眼光其實也就會影響了 我們怎麼樣看自己 跟我們認同自己是怎麼樣 這個其實是人同此心 我們希望跟別人互動裡頭 你希望別人看你怎麼樣 你希望被看成怎麼樣 在這邊我大概簡單的列了 都比較是從心理的層面來看 人都會希望在關係當中 能夠有安全感 同意吧 如果一個人讓你覺得很緊張 其實那個會讓你對自己的看法 會有很多的懷疑 也不知道我該怎麼擺放自己 我是誰 我怎麼辦 我怎麼跟他相處 那被理解 我們也很希望能夠被理解 所以陪伴很重要 就是要能夠有安全感被理解 還要呢 我們希望能夠被看見 看見就是一種帶著看到你了 然後欣賞你 這很重要 除了看到你在這裡 怎麼看就看到你的好處 看到你的亮點 那麼你就會覺得 在這個關係裡頭 很滋養你 你有被看見 而且被欣賞到 還有被尊重 很重要 我們都渴望能夠 是在一個被尊重的關係 還有很重要 被放在心上 什麼事情呢 想到你一下 那就是有一種關懷 其實我們要的也 不過分對不對 我們要的也不過就是這一些 有沒有人不要這些 舉個手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們要的就這些 有沒有人要超過這些 肯定會有啦 但是我只是說 基本上 我們如果想要有人陪伴的話 我們大概這些就會讓我們很夠的 但是容不容易得到 很多時候 有時候人跟人相處裡頭 好像沒這麼簡單 我們明明就要一個理解 可是好像不見得那麼容易 生活當中 生命裡面成長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這種 有品質的陪伴 我把這些只是基本而已 就叫做有品質的 帶給我們滋養的陪伴 這有品質的 很多時候我們挫折 我們有哀傷的時候 我們也更需要這種 有品質的陪伴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人 在關係當中 常常有經驗到一些 一般會說叫做受傷 但是我比較更深去看 如果是跟我們自己的家人在一起 家人其實常常不是故意要傷誰 不是 而是有些時候就擠到了 壓到了 也許帶著一點壓痕 其實我都不太愛用受傷的概念來講 那這是我整理的 關於一個 我們就從孩子來看 一個孩子 他一度的成長裡頭 為什麼到後來 越來越跟自己重要的父母親也好 就以父母親來看 好像見行見言 不是因為長大而已 還有這個過程當中 漸漸漸漸想說的 我說的 好像變得淡了一點 可是其實不是 心裡頭的牽掛 都還在 但是 會從關係裡面漸漸滑落 那我整理出來三個層次 有可能 唉 被我安包了 對不起 有可能有三個層次的受傷 那第一個層次呢 我會說這叫荒降念 什麼意思呢 你相信人生出來是白紙一張嗎 有的人認為是 有的人不認為是 有帶過孩子經驗的人 常常會發現 小孩生出來 甚至小時候的 那個在三兩歲的階段 有時候會講一些 很有道理的話 超過年齡的話 有沒有有這種經驗的舉手 有的齁 我自己都會經驗到我小孩 我小孩小時候跟我說 我是選擇跟在你後面 我是決定排在爸爸後面 我說選擇跟決定有什麼不同 他說選比較輕鬆 決定比較累 就是他三歲的時候 有一天我開 那個呢 就是開樹花公路裡 聽過的 就是從宜蘭 台灣的宜蘭到花蓮這一段 景色之美 可是呢 也是我第一次開車 很緊張 我的小孩路陪著我一直講話 我覺得他有超熟 超成熟的 超靈的這種 那個時候的 但是現在我看 好像這些靈心都不見了 基本上我小孩念的學校 那個叫 聽說在馬來西亞也有叫 華多福學校 我的小孩 我也是早期在台灣第一個 華多福學校 算創校當時推動的家長 那個學校的觀點 他就不認為孩子是白紙張 他們認為孩子前年七年 大概都帶著先天的靈靈過來的 就是如果之前 已經學習了些什麼 在前年七年還沒關掉的 所以有些人都還會腳步走地 所以不同的觀點 但是呢 不管是怎麼樣子的看法 基本上 框架的意思常常是 我們大人對於事情 有某一些我們的框框架架 有我們的看法 我舉個故事給你們聽 這是我前幾年在台北火車站 要搭車回到宜蘭的 在那邊等車的時候看到的螢幕 一個媽媽呢 她就帶一個小孩 女生 大概就 幼稚班 她們都還另外一個女生 應該是她親戚的小孩 或是朋友的小孩 一起編著走 兩個小女生 她們都背著那個 小學生的書寶 這個媽媽就跟她的女兒 叫小玲 她就說 小玲把你的口香糖拿出來 跟小玲分享 這個小玲呢 就一副嘴巴哭著 不太甘願 她不想 然後她媽媽看到她的嘴巴 這樣的時候 她就說 小孩要學會分享啊 懂不懂 有東西要一副來分享 那看那個小孩呢 就越情緒越不好 後來就媽媽就越急 就罵她 這樣不懂事 就自己就從她的書包裡 把這個口香糖拿出來 就分 我在那邊旁邊看這一幕呢 當時我心裡頭就在想說 欸 分享到底是什麼意思 分享 如果是一個人願意跟人家分享 那是出於你的自願吧 出於你的高興 那個才叫分享 被迫的分享 是分享嗎 這個是我當下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框架 我在想 這個媽媽對於分享的概念 有她的一個想法 那個框架是 就是東西要拿來分 叫分享 可是很可能這個小孩呢 由他自己很自然的 沒人跟他講 可是他就覺得 我想要分享 是我很開心給他是分享 所以現在我不想分享 因為我不想這樣的 被迫的分享 所以他越來越不高興 那光光這個層面 他有沒有影響一個孩子 他的自己的 對自己的看法跟發展 會的 這個呢 他的思考 如果大人的框架強加下來 就是說從大人可能已經被局限住的一些觀點 說不定也不見得都對的 但是呢 就已經加在小孩身上 然後小孩如果吞進去的時候 那麼對小孩來講 他的原來可能很靈敏很寬闊的思考 會被受限的 這個時候呢 是智慧上面的 如果你要講受傷也可以啦 就是這個時候會堵住的 需要以後再去分辨 如果這個小孩 你看他這個媽媽當時呢 用的方法 基本上 他是用一個權威的 強迫的方式 或者是一種灌輸 把他的價值把他的框架 就是灌進去的方式 這個時候呢 這個我就把它叫教學法 或溝通方法 很多時候我們學習的時候 是不是老師的教法也是用灌的 還有另外一種叫啟發 還有對話對不對 但大部分時候我們經驗到 權威灌輸來 權威灌輸來的 就不太容易讓你可以有自己的分辨跟想法 這個時候呢 他感受不到一種就是善意 然後就接收不良的時候 這個是主體性受傷 如果這個小孩 他要去找自己分辨的這個能力 看看我可以怎麼想 事情可以怎麼被分辨的 這種主體 他可以如何做決定的這種 他就會在這個地方 我叫受傷了 我叫受限 也要以後他再有機會再去 再去學習怎麼樣的 做決定思辨這個組合 可是呢 如果到這個地方 大人 連小孩子 不高興情緒出來 這時候 像那個媽媽就說 哭什麼哭 這樣講就生氣 就說情緒出來了 可是大人這個時候 他對情緒表達沒有辦法 做一種辨識跟恰當的接住 那麼對孩子來講 他會經驗到 他的情緒沒有被理解 沒有被接納到 於是這個時候呢 就是會經驗到 關係開始體驗 一點點 只要這樣的經驗再多幾次 特別到孩子到青少年過來 漸漸漸漸漸的 我們講的關係滑落 關係中的掉落 就 你就再也難 像小時候 那 Order可能 與小孩肯定 可以聊 Brand 那個時候孩子就不跟我聊天 km 這個是我講的說 人在關係中三個層次的掉落 就是說陪伴這件事情 很可能就發生在 我們從小孩的過程裡面 就已經在走這個過程 而我們不見得留意到 可能就會有自己的層次的框架的 主體性的跟情感念的關係上的受傷 一個人如果有難過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被承接的 這個承接呢 如果就我的經驗 我大概走進這個專業裡 大概有三十五點算起來 那麼我大概可以累積出來 一個人如果他有情緒 不管是難過或委屈或憤怒 大概至少要有三層的人 各說過一輪 哪三層呢 第一層叫局內人 就是這個事情發生 他知道那個事情 在同樣一個場景裡面 他可以找到有人可以聽可以講 他要對這個知情的群內人 有人聽他到過一次 這還不夠 回家很重要 一定要跟家裡頭可以聽的人 再到一次 他就會感覺到被支持一點 家裡有人懂 然後呢 不懂的人 外面的人 還要再到一次 為什麼呢 跟天下糟糕 當然用不著真的跟天下糟糕 但是只要有個人 是不太知道 可是呢 我可以跟你講 我內裡怎麼能量 讓我好委屈什麼什麼的 這到個三次 他的情緒能量大概是比較夠 來恢復過來 也比較 他其實是在透過說裡面 就在界定這個事情 到底怎麼 是什麼回事 是什麼樣一個故事 那個意義是什麼 我是怎麼樣 你看 我看我自己是怎麼樣 人家又是怎麼樣 就在說故事的過程裡面 我們在界定自己 也在處理我們的情緒能量 所以說故事是有幫助的 但是呢 要能夠聽故事的人也很重要 所以關於陪伴的知識跟能力 其實是 不管是你在工作場 或者是學校 或者是你家裡頭 或者是單人義工 志工 或者甚至路人家 有些時候學習這種陪伴 有素質有品質的陪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因為 如果你不是當一個好的傾聽者 好的垃圾頭吧 很可能也會把事情 加油添醋還倒出去 或者 你自己都覺得 哎呀精彩的不得了 趕快再加油添醋一下 就看看你局面怎麼樣 或者你不小心 你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呢 不該講的人 你就給他講 沒有學到一個聽了以後 其實是陪伴當事人就好了 就把他給傳播出去了 那有時候會把局面搞得很糟的 好 那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的陪伴 是有品質的陪伴 今天呢我就臨時起義 請了我們生命縣的秀英 還有我的研究生 他陪我來這邊 我讓他們演一個小小的短句 讓大家看到 你們看看那個陪伴是怎麼樣的 來 謝謝 小同學三年級的功課好難喔 放學回家自己想要寫都寫過好 先丟掉一遍 先來霸佛 等媽媽回來 來啦啦 哎 今天學校請了一位很厲害的攝影師 來幫我頒拍照 還有跟老師一起耶 嗯 你有沒有在聽我講 啊 是不是在聽啊 然後呢 老師還帶了一個很可愛的那個頭 髮咕 下面有小朋友 知道了 知道了 哎 今天不是噴成績燈嗎 蛤 成績燈有啊 來 來看一下 我沒有討好啦 不要問真的 哎 你怎麼每次都這樣 你知道媽媽很辛苦 每天塞車一兩個小時回來陪你做功課 知道嗎 我很認真 你怎麼不點都不努力都不認真 唉 不會寫 接口 我很認真 看看看看 可是 進不了我的頭腦 喔 接口 嗯 數學我也看看看看 也是進不了我的頭腦 都是接口 整個在玩便玩 嗯 今天那個 隔壁的李小德又欺負我了 嗯 他上課的時候弄我 不要管他啦 那我就輸啦 我 我就 打他 咳 咳 怎麼可以打 他弄我 我打他 我小一點我不聽話了 然後你可以這樣子 咧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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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他 tailored 進了一個 這個媽媽不斷滑手機的好陪伴 所以陪伴的是什麼 人在旁邊就陪伴了 能在心 不在 雖然媽媽其實可能也是關心孩子的 可是 如果 眼神也沒在孩子身上 ерь解也不在 光是人在 還真不夠 可是如果你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媽媽是很關心哪一個部分 學業 學業 對 很聚焦 那麼學業的部分 他就耳朵豎起來了 有媽媽的看法 但是呢 除了此外 其他的好像就不是 整個媽媽會注意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可是可能也是我們生活中 很多時候真是篩選性的陪伴 還有加手機的陪伴 那我們來看看 還有一小段的影片 讓大家看看 Be at least listened 聽懂聽不懂的不重要 光看人的聽別人講話的樣子 如果你是坐在那裡講話了 你有感覺到有被聽的陪伴嗎 像這個影片 不太有了對不對 所以你在陪伴的時候 可能是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別人感受不到的 當然這個片段 那是Robin Williams 的一個影集裡面的小段 他真是因為經驗到 這個醫生的不陪伴 所以他後來就發展出另外 他自己的陪伴別人的方法 好那我們再看一小段 另外一個是小卡通的 看看陪伴別人還有什麼樣貌 這也是一種陪伴 有沒有人經驗過這種陪伴 有的對不對 感受如何 感受如何 在這個故事裡面 Winnie the Pooh的卡通 大概很多 這邊應該也會有很多家長 來看 這個故事裡面 每一個他的朋友們 看到都非常熱心的 他們都說 也有在那邊看 在雨中 坐在那邊 那真是可能 大家想辦法讓他開心 所以你看到第一個 就是這個 鋪伴別人 他用他最愛吃蜂蜜的方式 下一個呢 是兔子 那個兔子呢 就帶他去種田 種菠蘿蔔 然後公收 然後那個老虎 也帶他去 跳跳的 跳啊跳啊跳的 結果跳到了旋來 都掉下去了 還有那個老鷹 老鷹說 最棒的事情就是能飛 所以給他掛了氣球 聽到他飛 所以差點把他給害死 在這個 各種各樣的對待之後 那麼這個醫友 他就決定 他還是跑到他 那個山坡上面去 坐在那裡 靜靜的 讓雨淋 可是呢 看著天空 小朋友都覺得 哎呀 尤其這個小豬 覺得我都不知道 為你做什麼 我什麼都不會 可是呢 當這個小豬 真的來到他旁邊 跟他說 對不起 我不會 為你帶來什麼開心 看你在這邊 坐在這裡 這麼難過 我很抱歉 這個醫友才告訴他說 還是站起來好不好 後面脖子都要癢高了 這醫友才告訴他說 啊 我在這裡 並不是因為我難過 是因為我很開心 我坐在這裡呢 看到你看天上的彩虹 你看那個雲 你看那個風 你看那個顏色的變化 我很高興的 所以大家才明白啊 我們是這麼樣的熱心助人 我們是這樣的熱心陪伴 好 那我們要講 其實我們陪伴人 大概有兩種概念 這上面寫的字 各位就先不用管啊 大概講啊 有一種 我把它叫 用自己自以為是 或者是我學了某一些 有道理的 專家的一種方法 好 那我就來陪你 用我的想法 來給你 那這種方式呢 我們叫第一種 那也有第二種 第二種是呢 把自己看成我 我不是專家 那我不懂的 我只是來 透過你來了解 來學習 是用這樣的方式來陪你 這是兩種不同的態度喔 好 來 我們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看這裡 這張圖 你如果看出什麼 端倚來 我們找個地方看好了 這個人 好像要往下走對不對 對這個人而言 是下個樓梯 對這個人而言 好像是往上爬 有沒有看得到 對這個人而言 這個樓梯呢 這個叫樓下吧 可是對他們這個來講 同樣一個地方 可能是樓上來 就是你看到這個 好像要往上走 出來卻是這個人 好像方向相反 這張畫很詭異對不對 這張畫呢 是很重要的 叫相對性 是後現代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他在告訴我 沒有哪一個人的對才叫對 對你而言 是珍珠的 對另外一個人 可能是牛笨 對你來講 你覺得太棒的事情 對另外一個人 可能覺得 天啊太恐怖了 還有很多時候你的感受 也是會不同的 這裡有當媽媽的人 也有當女兒的人 當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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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媽媽 很 每天 很 用她的各種方式來 在都還沒有問你前 已經把 她認為你需要的 通通準備好 通通帶到好 甚至呢 交代你一定要怎麼樣 怎麼做 才不會怎麼樣 出門前一定要千釘萬主 做子女的感受是什麼 覺得很好的舉手 我現在覺得好耶 但是我是這個年紀來的 在這裡呢 我們心理學上面呢 曾經 我自己 曾經 被教 被心理學教 所以這個叫做控制 聽起來媽媽 做媽媽的 有沒有在這裡 如果你這麼做 被講說 這是對你孩子的控制 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很委屈 這不是你的狀態 你不是要控制你的孩子 你是想要愛他 只是你沒有跟他討論而已 但是如果用這種控制 心理學上面說控制來講媽媽 其實對媽媽的愛實在不太公平 對不對 但是孩子那一端 他可能真實感受到 唉唷 我有點愛得透不過去 他可能真的感覺到控制 我不太喜歡心理學裡頭這麼講 使用這個概念其實是 把這樣跟人給對立開了 像一邊是控制一邊就是 可是其實很多母親或父親的處境 小孩子是沒有機會了解的 我記得我的媽媽 我在我小時候如果感冒 應該說我還不敢感冒 因為我媽就會說 她用明來話你們都可以聽 她說 你如果把我拔掉 皮就把你抹三連 現在你皮給我抹三連 就叫我蓋三層被 也沒有把我變成感冒的時候 來剝我三層皮 那為什麼 我只能經驗到她很兇 可是我無法理解她那一端 她其實是一定當然 當然現在看得到 一定是也關心嘛 也不願意小孩感冒發燒 可是另外呢 是我不能懂的就是 在當年她是辛苦的 跟我爸爸是兩個年輕勞工啊 他們要工作的非常辛苦 勞工在那個時代是 在台灣是工商沒有賠的 因為那個勞機法也還沒上路的時代 更別說現在有健保 你錢都沒有的 所以對於那年輕的勞工來講 那是一個很辛苦的事情 於是她當然 以她在外面工作以後 剩下一點點力氣回來 她還是咬緊牙關 幫我們撐住 可是呢就剩下那個一口 就最後的力氣來了 就你不可以給我生病 她用大聲的說 只是沒有人幫我翻譯 這個叫勞動家庭 父母親的愛 等我念了心理學 我跟我的父母親離得越遠 為什麼 因為心理學在台灣 是西方心理學搬過來套著用 就套著來解釋所有的 我們以為的 可是其實離我們母親的真正的心境 是更遠 我是離她遠的 所以因此我們雖然都生活在一起 其實是在不同的心理空間裡面 對我來講 我想向上 對我媽來講 可能是不如不要向下 總是在這樣的一種錯漏裡頭 好 那麼 如果我們都有可能是這樣的錯漏 那怎麼辦才能夠去貼近人呢 前面我們講 就是有第一種跟第二種 有兩種心態 兩種態度的陪伴 以前有一個老電影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人在馬來西亞這邊 在我們那邊翻譯叫做 她的英文是Nail 就是叫一個原住民的女孩子 不是原住民 她是在深山裡被發現的女生 就是所謂所稱的這種叫野孩子的被發現 那她被發現的時候 她講話 因為沒有跟外界學習語言 所以她講的話 是聽不太清楚的 因為後來才知道她的媽媽是中風 然後去死在山裡頭 所以那個中風已經講的話 就是不清楚的 所以這小孩學的也是不清楚的語言 有兩個人 因為她被發現以後 有兩個人就要進入去 就是要把她接出來 要了解一下 要照顧她 可是呢 就要懂她到底是怎麼分析 所以呢 有一邊是專家 心理學家 所以專家呢 就要去給她 靠近她呢 首先要用科學的方法 量量她的頭圍 看看怎麼樣 智力如何 那各方面的 就用她的數據 然後來抽血 來檢驗 然後另外一個 她是人類學吧 也是學社工 她就想說 不可以這樣子 如果誰要了解她 誰要走進去 學她的語言 所以你看到兩種對待 兩種不同的態度 那下面呢 也要跟大家分享 第二種 那我特別要跟大家分享 第二種 因為已經有太多的專家 使用第一種 在陪伴別人 而且呢 也有我們生活裡頭 就像那個 或是像這些好朋友們 是充滿熱心 可是呢 沒有進入這個人的世界 沒有進入他的眼睛去看的 這種陪伴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 第二種陪伴 如果說我們可以 那麼樣的經驗跟人家一樣 那你就會有第一手的經驗 用你感同身受 用你就在同在苦中的 你就可以知道人家的苦 如果你有經驗過 那當然很好 但是我們不是所有的這樣 這個是一個 也是去世的一位余老師 他在台灣的老師 他就寫說 因為他自己得了BMI 他說坐在電療室外面等著 我們幾個NPC病人說著自己的故事 分享彼此的經驗 我們在萬難之中相夥持 所以每次看到病友 皺著的眉頭 終於有短暫的開始 舒展 那是因為不用說 你也知道 然後我們同病相連嘛 可是在一起呢 我的狀況 我的心情 我們都小 大家都可以分享 能夠這樣當然很好 但很多時候 我們不見得有所有的經驗 但是身體的感受 是最直接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 身體其實可以帶著我們 很快的能夠去 感受別人可能有的狀態 肢體語言 比較快的方式是 你真的專注看到對方的話 你可以在心理活寶 你可以甚至就是真的練習 你平常用肢體去活寶一個人 我曾經在台北市立療養院 在那邊是臨床心理師的 我在那個醫院有很多淵源 我也當過病人 也當過臨床心理師 有實習 我師班的時候 在那個地方實習 後來我跟這個醫院還有別的淵源 還可以當家屬 就是鍛鍊很多 但是我特別要講的是 我當治療者的時候 有一位在那裡頭 當時當然就叫病人 他的走路是這樣子的 我模仿給你們看 那你們來看有沒有人要學我 來同身受一下 你看看這種知識 就是傳遞出什麼樣的訊息 是你這一刻可能就理解 可能就感受到的 這個走路是這樣的 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幾個形容詞 來 感覺到說一說 在這種肢體 覺得怎麼樣 有信心嗎 沒有 沒的 肯定沒的 有人覺得這是比較自卑的狀況嗎 有得舉手 肯定有嗎 還滿多人覺得是 不是啦 當然是啦 這個人呢 我聽他的故事 他說 其實為什麼這樣走呢 是從他十五歲吧 有一天跟著 不是十五歲 小學五年級 跟著他的同學們 去到游泳池邊 一個男生 他就 欸 衣服脫下來 準備要跳下水的時候 他的同學跟他說 你有雞胸 雞胸就是這邊突出來很大塊這樣 那其實我看起來是還好 也沒有這樣子 因為我知道的雞胸是 甲狀腺分泌不足 然後會有很大的這樣子的狀況 不是 他是真的突出來一點 就是有突出來的 可是我大概不會覺得太靈魂 可是他說從那一天開始 他就不游泳 他覺得很丟臉 所以他走路就這樣子 十五歲一樣 他們準備進高中 然後有教官 我們台灣有教官 教官都會叫他 從後面就這樣 派他 你走 然後他馬上都會這樣說下去 所以這個肢體 其實在傳遞了一個 他累積下來的故事 一個沒有自信 然後自卑 然後看自己不是太好 他相處的人際 他是在河山廠裡面工作 可是他都跟倒垃圾的人 清潔工人一起吃微飯 這是他跟我講的故事 他對自己的認同也是低等 我在模仿一個 我看到的青少女 大概就國中生 他走路的樣子 你們就感覺一下他 怎麼樣 覺得怎麼樣 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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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有沒有人 再猜多一點 其實你們剛剛猜的當然不對 可是你再多猜一點點 一個這樣的孩子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 去跟別人活用 我自己想走向 對啊 對啊 感受一下 我再走走看 感受一下 呵呵呵呵 呵呵呵 覺得怎麼樣 在固執 我這邊有 有背 有靠背 有那個 靠山的感覺 喔 看起來對 你會覺得 不要欺負我 我 我後面有靠山 可是其實呢 自卑 我好害怕你們欺負我 呵呵呵 所以我要 我要武裝起來 因為可能我還真被欺負 是的 這孩子 就是有這種被欺負的經驗 所以呢 他就武裝自己 從以前被欺負到後來 就變成他這樣子可以欺負人 他最先呢 是跟別人 結群的去欺負的時候 就比較壯大 然後來呢 壯幾次了 那有偉兄弟 就是的確那個肢體就反應了他 表淺的看起來是一個他在 威嚇 讓你害怕 可是更深的的確 他有受傷的經驗 他被罷了一步 可以感受到他也害怕 好 那麼同肢體呢 我們很快的可以有這種 就是同理心 如果你多多讓肢體 所以那些演員們 演得好就是因為 他們可以這樣進入 從身體的表達就可以進入 一個人的世界 可以經驗到他會跟這個世界 怎麼樣的對待 以此的對應都是怎麼回事 那麼除了身體的去知覺 你當你知覺到的時候 你就可以懂得這個人 就可以靠見他 但是除了這之外 聽就是很重要的事 身體的敏感度我們可以了 聽也很重要 也是我們要學習的 那麼聽呢 常常如果我們能夠 進入人家的脈絡就是他的世界 那我們就能夠有同理心的聽 那這個常常是能夠 進入人的故事裡頭 所以故事 你聽人的故事 就會有來龍驅脈 就會讓我們可以有同理心 可以理解他 有些時候我們太急切了 我們不聽故事 我們不想聽人 怎麼囉嗦 到底是怎麼樣 講一下吧 想要當當當媽媽 那這故事很難講啊 小孩 如果能夠講故事 我們大概就能夠 聽故事 就能夠懂故事 那我們要學習的 除了聽懂那個故事之外 我們還 這個第二種 還鼓勵學習一種正向的聆聽 一個人如果說他的故事的時候 你一邊在聽 在理解 可是你一邊還要多一個敏銳的耳朵 去留意那一些 這個人在講的時候 可能他身上有的 一些難得的地方 一些他有意思的 他有知識或他的能力 有一些他的亮點 就這麼說吧 亮點 那麼如何去聽見人的亮點呢 那首先 剛才我們講的第二種 你的定位 要把自己當學習者 很多時候 我們把自己當成我是助人者 助人者也沒什麼不對 因為我們不就來學習助人嗎 可是你看看喔 助人表示有人被助 這個關係裡頭 如果你沒把自己放到一個學習 向你的 方式人 學習的這個位置的話 那麼 這個關係就有點傾斜了 一個是 沒問題的幫助別人的 一個是有問題的來求助的人 這時候這個關係呢 已經 是一個 傾斜的關係 但是我們 第二種的路線呢 第一種 這種傾斜呢 就是第一種路線 你雖然你很溫暖的要對待對方 可是 你已經在一個專家的位置了 第二種的 這種陪伴呢 要讓你自己站在 不管對方是誰 連小孩都是 我們是來學習 透過他來學習 然後是來開啟一個 我們可以正向看待人的 這種眼光跟耳朵 那麼 如何去 聽手線 要相信 人 是有內在的資源 有渴望 有能力 有知識的 有他寶貴的地方 那還有就是 我們要開始 用一個欣賞的耳朵 即便他講的故事 是淒慘的 是辛苦的 你都要能夠有一個 哪裡值得你欣賞 一邊聽懂 可是要一邊開始去注意 這個人是難的地方 請問一下 一個人 還有好多的辛苦 他來跟你談 什麼地方值得欣賞 單單是這樣 有沒有欣賞 值得欣賞的地方 有 說說看是什麼 勇敢 勇敢 還有呢 勇敢 還有 他有沒有放棄 沒有 沒有 堅持 堅持 至少他想抱著希望 對 還有 他有沒有動力 有 兩隻腳都來了 是不是 千萬不要忽略 他的行動已經把他帶到了 他願意開口 這是不是就是 我們要欣賞的地方 好 所以 下面講 欣賞 好奇 我們也要關心 好奇的去聽 那些 可能故事講得有點理所當然 就這樣的 但是我們可能要再聽好奇的再去 多去訪問他一下 因為有些地方可能模糊 不是那麼理所當然 那我們就多訪問 也多想認識他 帶著一根關心跟好奇心 還有 把自己 不要太當你知道 要把自己當我不知道 什麼意思 佛家講放空 你越是空 不要太快設定說 這事情就是這樣 那麼你越有機會 open的去聽見 他的故事裡頭更細節的地方 然後他那些難等的地方 會被你看見 還有呢 感謝的心 用感謝的心去聽 一個人願意打開他的故事跟你說 看得起我們耶 這是第一點吧 第二個很可能 他的故事裡面 就有一些是啟發我們的喔 很可能他的經驗 他的故事 他在講的時候 就是打開我們的世界了 第三個 當他跟我們說 他願意說 其實也在鍛煉我們 就是學習如何謙虛而能夠靠近人 這個是不是優雅 不是用你驕傲 我很專業所以我可以幫你 而是謙虛的 可以貼近的 這是一種藝術唷 幫助人呢 而不讓人家覺得你在幫他 這才是藝術 所以如果你能夠通過這一關的話 那你絕對是第二種的 最好的陪伴者 來 Sorry 回到前面 我們來聽一段故事怎麼樣 好 來 我們聽 這個應該播放得清楚 我們聽聽看 你們聽到了這段 句說 他裡面在講什麼 看你們理解如何 他在說一個怎樣的故事嗎 如果讓你命名 這個李跟羅是怎麼一回事 有說裡面很清楚說 說李是愛子必死的 那羅呢 好像也是齁 我聽懂嗎 所以你可以再推想李跟羅的關係 是什麼 愛子 同志 是同志 張愛家他對於這對同志 前面已經走了一個 他竟然沒意識到 這個朋友 然後對他沒有夠客氣 他心裡頭覺得好抱歉 如果再更深一層 他為什麼要推這個 我們來看看張愛家的亮點 除了他講的這個抱歉 他為什麼要推這個 有沒有人猜猜看 在馬來西亞這邊 你知道有沒有 就是台灣的話 會有這種對愛子病 被污名化 或者對同志不友善呢 會有一些群體他們會站出來 為他們發生 那事實上 張愛家 這個 在說的 透過他 曾經的這個抱歉 他其實也想 為這些朋友們說 他想支持他們 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在我們聽的時候 有時候要有好細好細的理解 細細的耳朵 好 來 那我們往下 好 那我們說聽見亮點 什麼叫亮點 正向的聽 什麼叫正向 是對方明明長著優點 所以我們把它講出來叫正向 這不就太簡單了吧 正向的能夠聽 其實呢 關鍵在於我們自己的耳朵 我們的腦袋 還不真是 別人身上長著什麼優點 或者他成功的些什麼 還不真是怎樣 更大的關鍵是 我們自己的怎麼聽見 怎麼看見 我們講 這裡下面都是正向 就一般人 當然看見的優點長處 問題被成功解決都叫正向 這大概沒什麼爭議 你看到人的成功例子 說你這邊很棒 那這個當然是沒什麼爭議 來 但是下面的才是更難得的 第一個呢 第二 問題在 可是問題沒發生 這個時候是不是正向 一個人他如果 就講這樣的例子吧 一個人如果常常很 憂鬱難過 哪一天 他不那麼憂鬱難過 那天憂鬱難過沒來找他 那天是不是正向的一天 他是不是做了些什麼 幫他自己 對 因此他會不會有些能力 藏在那邊 這要被我們聽見 然後去訪問他 好難得的一天 這天問題竟然不發生 這個也光要在我們這兒 來 問題少一點的時候 我憂鬱的朋友 他跟我說 也跟我說這個世界是亮的 或是光明的 我的世界能夠灰的就不錯了 欸他其實講的有道理喔 因為更多的時候可能是黑的 對 所以灰裡面可能還有單灰 深灰淺灰 各種灰 每一種不一樣的 少一點的灰 都要欣賞它 是怎麼發生的 怎麼可以這一天少一點 沒有那麼像之前那麼重 所以這一天有什麼不一樣 你幫自己什麼 做了什麼事情 你那一天有什麼不同 使我們的眼光要打開 我們耳朵要打開 好 這個是正向 正向在我們這兒 問題在 可是它不是問題的時候 有沒有這種狀況 有一個朋友 他老抱怨他先生喝酒 但有一天喝酒就不受問題 就他們關係特好的時候 那天要慶祝的時候 狂歡 兩個人挺開心的 有些時候問題是問題 但是有些時候問題發生 不是問題 那我們也要去慶祝 某一些時候 解決之道就在那種時候 去開發 那個他們 可以一起共享 而就不是成問題的時候 去找出他們可以 自己有的解決的辦法 問題在 可是情況沒更換 就不會有這種狀況 很多時候 問題一直沒解決 我前幾天才有一個太太 去年見到她 今年她跟我說 她先生還是一樣 沒什麼變化 她自己呢 有她還是去參與學習 順便讓她爸爸 她的先生講錯 她先生一起拉去 那她先生呢 講英文了 你們馬來西亞語言太多了 所以她去上課的地方講華文 先生不去了 但是沒關係 對她來講 情況雖然沒有很大的變化 問題難還在 但是沒有更壞 沒有更壞 是她做了什麼努力 讓事情沒有更壞 她有沒有值得欣賞的地方 當然有 她進了好多的意義 問題在情況沒改善 可是人沒放棄的撐住 說不定問題就不可能解決 而且可能 她就會走向越來越 就是不可能好 可是這個人 她心裡頭 還是帶著一個 我想辦法 即使在哪裡 我都承自己 進到最後一分力 要不要欣賞 要 所以我們要看人的正向 不是很簡單的 只是看那個表象上 哇很重 叫正向 而是有一種眼光 能夠從所有的陰暗 也仍然看見 沒那麼暗的地方 所有的難 也仍然看見 那個被支撐住 人的渴望 那裡頭 就是我們要去欣賞人的正向 要去訪問她 要去看見她 好 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點 好了 這是一個小小的會本 即便 即便 實在 沒什麼稱讚 你都要能夠 長出一種 看得見 正向的能力 來 畫圖課結束 這個小朋友 沒辦法你看 因為她的圖畫 只是扣埋的 但是她的老師呢 拿著這張白紙 老師怎麼說 對 叔叔 道風雪裡頭有一隻北極熊 哇 這老師很厲害對不對 有幽默感 這很重要 就是這種眼光 別人看不到 老師看得到 好 我就是不會畫嘛 這個當然覺得很挫折 沒關係啊 隨便畫個幾筆 看她會怎麼樣 好 來 你說的齁 來 隨便畫幾筆 縫一點也可以 欸 來 這個老師呢 薩爾有其事 拿起來研究喔 一點是不是就不一樣 一點跟一張白紙有沒有不變 有 有 我們就要學會看那個一點 有一點不同 就要很珍惜 而且要大大的欣賞這一點 來 老師怎麼辦 請簽名 好 接下來 不會畫圖也會簽名 簽上去吧 來 一個禮拜以後 哇 不止 她的畫 老師把它加框了 來撥到 漩渦了 喔 這樣就可以被框上去了 欸 不難嘛 來 我可以畫得更好 打開從來沒有用過的水彩呢 開始 畫個不停 來 黃點 綠點 紅點 來混合一下顏色 藍江紅點什麼什麼 椅子吧 來 各種實驗 畫小點也可以畫大點 再來 欸 再來創意一下流法 欸 好 幾個禮拜以後呢 老師幫他辦畫整啊 很轟動也 欸 點的系列也 大家都來看啊 這個 老的也來看 小的也來看 小的那看呢 就說 哎呀 這小男生覺得 哇 你好偉大啊 你可以辦畫整 我可是連線都畫不止 好 你猜 微微會怎麼樣 畫給我看嗎 跟他老師一樣的 就畫吧 這小男生就畫吧 站著就畫 欸 這微微看了這條 微微扭扭的線 然後說什麼 琴琴 琴琴 就是要能夠有這種眼光 你就會在很小的微小處 陪伴到人 欣賞到人 然後帶來力量 人都要被看見了 一定要見得這一點 而他會複製的 從一個人得到這種被對待 他就會複製再去對待別人 好 那麼 聽很重要 那我們要挑戰我們的看 當然聽跟看也很像 但是我這裡要特別挑戰的是 我們可能都不知不覺 都已經戴上一個隱形的眼鏡 這個叫做框 我們都有視框 你可能不知道 不覺察 然後他就形成了我們看世界的框架 我們看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來 我們做個實驗 好 這裡呢 來 下一 你先按 這個我來好了 好 好 就有九個點了 來 你先按給大家看 先做個實驗 這個九個點 這裡畫得比較沒那麼標準 請欣賞 這是好幾個人共同創作 因為呢 我本來點了以後 他們說 在後面就看成變成沒了 所以就圈大一點 那一圈呢就走行 對 標準是上面那種九個點 下面呢 我要邀請三位 今天的嘉賓 上來實驗一下 上來的夥伴呢 你可以有一個機會 拿起筆來 我們用紅色好了 這九個點呢 你只有一次機會 那畫下去就畫下去了 怎麼畫呢 你用四條直線 可是要一筆畫 把九個點串起來 四條直線一筆畫 就是你可以轉幾個彎 可是要一筆畫 然後呢 要把九個點都串起來 來 我來邀請 看起來非常聰明的 欸 你好了 玩玩看 你先玩第一個 好 來 先玩第一個 就畫下去就適合 因為呢 隨便畫 隨便你選 看你來選哪個 如果你有紙的話 你可以自己點點看 你可以畫畫看 但是如果你畫超過一分鐘 還沒畫出來 你試過幾次還沒畫出來 那就不要再畫了 好了 謝謝 這個是幾筆畫 五筆畫 已經超過我們的條件了 來 我們再邀請 來 大哥你好了 玩玩看 就給他畫下去 然後呢 一畫我們就要鼓掌 點對不對 來 玩玩看 還是你 來 一起來 玩玩看 就給他畫下去就是 就是要三條件 錯也沒關係啦 我告訴你 大部分人都畫錯 而且很正常的錯 來 無法 你就畫 好 好 我也可以知道 已經錯了 對 沒關係 好 無法 好 無法 不管怎麼樣 就露了一點 好 來 我們再來一個 欸 有人畫出來 好 來 要不要來公布答案 來 來 來 對 試試看 就畫 其實喔 這個題目 嗯 畫過的人 大概就印象深刻 就是你知道的話 知道答案 就印象深刻 他有解的 他真是這樣 你不同方向都行 但是呢 你看證明 不同在哪裡 有沒有看得出短尼啊 在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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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把它 你看這種畫法 或這種畫法 就是你很可能 要不要多一條線 要不就 有一點定調在外面 然後就無解 會無解 可是其實它是有解 因為我說的是九個點 我沒說它是方形 但是 只要你隱然的 就把它看成是個方形 你的Solution 就會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 不知不覺已經帶上的畫 我們被九個點 這個形容 雖然我這裡還不太標準 但是你還是把它當方形 就是這樣 好像已經有一個這樣子的 沒有檢查過 可是就是這樣想 但是如果你把它當九個點 是散開的九個點 你的Solution 可能是會畫出這個方形的 想像之外 好 那我們 對的確我們的 這個答案就是 是有的 當然還有人有其他的 不同的解決辦法 把它只折起來 還可以抄過去 有各種Solution 那沒關係 重點這個例子 就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都 隱隱然就帶著一種框 可是框沒有被我們覺察 然後我們想要去陪伴別人的話 帶著我們的框 而沒有貼近別人的框 那就很難達得到 就會進入我們那一張圖 我在東 我在西 所以讓我們共同站在一起 其實我們在不同的世界 來 下面 那麼這個呢 我要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叫 正向重新框定 就是我們既要能夠去貼近別人 進入他的框 而且還要能夠正向的框 正向的去說 去看見他 那我們這裡有幾種方法 重新框定的意思就是 剛剛其實就經歷了一個重新框定 就是原來從這樣的框 我慢慢移動到另一種框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時候沒框的 我們只是從不同的框在移動 但是要能夠覺察自己的框 跟進入別人的理解他 才有陪伴的可能性 那這裡有跟大家介紹四種方法 第一種叫 在語言上面鬆動 鬆動語言的重新框定 簡單的說就要換一個說法 就是把一些時候我們理解人 會比較簡化的 比較扁平的 比較濃縮的說法 腰籤的說法 比如說 你說謊 說謊這個詞帶來的感受是什麼 對 好像道德上就不良 對不對 好 如果我們換一個說法是 你沒有把全部的事實 坦白的說完 聽起來怎麼樣 好像比較有空間 可以理解一下 有沒有 好 再舉個例 固執 固執 你真是固執啊 聽起來就很stuff這樣 如果拉長一點 你是很堅持你的想法 所以聽起來感覺不同嘛 對方會覺得很有被你懂到 OK 好 夫妻吵架 常見法 用吵架這個詞 你聽起來 多傷啊 畫成一個說法 意見不合 人用 意見不合也是啦 可以有更積極的說法 正向重新框定 為什麼會吵 爭取自己的權利 爭取自己的權利 還有呢 為什麼要跟他爭取權利 你在不在乎他 在乎 在乎啊 但是吵就是因為聲音比較大 所以 用比較大的聲量 爭取自己的權利 或者用比較大的聲音 關心彼此 表達我的意見 那這個說法就會比 這麼濃縮的說法 讓人感受比較不少 而且覺得挺建設型的 因為這裡頭便充滿了 我們可調整的地方 我們可以爭取 但不用那麼大聲 就是空間是有的啦 好 再來 誒 二元間啊 被砍掉了 好 恐怕是被我們小心散掉了 有 有 謝謝 破解二元對立的 重新框定 其實這個跟佛家很接近的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框住 就是因為二元對立的 不是黑一九十八 現在呢 我們看到一件事情 它可能有烏雲 但是任何的烏雲也一定有淫邊 然後後面有月光透出的淫邊 所以我們看看來 任何事物都是多醜意義並存的 好 懶散 你可以說懶散 但是懶散有沒有不同的意義在 有沒有不同的好處 隨時 你們聽過一個叫羅素的哲學家 英國人嗎 羅素說 他寫了一本書叫懶散送 歌頌懶散的 因為我們都這麼樣的急切 而不懂得欣賞生活 然後我們的腦子就變卡沾了 很像機器 變笨了 懶散的時候 反而帶來我們一些鬆緩持 讓我們可以有機會再去欣賞 去感受 所以他寫了懶散送 所以因為呢 在懶散的時候才能夠有很多 平常很緊張想不到的想法 蹦出來 他說他很多的idea都是懶散出來的 好 懶散還有別的功能 你家裡 在這裡有誰是懶散的 是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你的懶散 你家裡的人 怎麼樣 很氣急 在這裡只會特別欣賞 有一些媽媽是聰明的 你刻意懶散一下 不能太洗腦 全部都做光了 所以讓他的孩子可以 有機會學習 很洗腦 這是智慧對不對 那你要掌握得剛好 好 好 時間關係我就不多舉例了 再來第三種 轉換情境的重新框定 有很多時候 一個情況 換了一個情境 意義完全不同 來 我們看一下影片 這是左賀的超級阿嬤 我們這裡也有這邊 沒有 這個就是重新框定 情境性的重新框定 重新框定 重新框定 情境的重新框定 所以有一些呢 可能是 在某個情境裡面 這被看成不好 這個叫特短 特短相反就是特長 特短缺點特短 可是呢 換一個地方 可能是很有用的 幾年前 有一個HBO的電影 他就在講 一個小孩 他力氣的大 可是呢 也很遠 家裡沒人管他 他就到街頭去跟人家玩 然後拿起那個石頭就丟 給你看誰力氣大 就丟到玻璃窗阿 把人家打破阿 終於有一天 有一部車子開過來 他也這麼一丟 哇 打中玻璃了 然後沒想到這一次裡面 被人家趕快馬上衝出來 然後追追追追追 把他抓到 他嚇得要死 可是抓到他的那個人說 你 可以再丟一次嗎 你知道嗎 原來這個人 剛好就是那個 驅棍球的 那種那個叫什麼 球探 就把他帶去 就說他這個力氣一直大 就變他們的秘密武器了 這是一個電影裡面 就相似是這種狀況 在一個地方不好 換一個地方 可能完全沒有問題 來 我們再看 好 第四種呢 是比較 一般人比較 沒有那麼樣能夠學習到 就是呢 要進入人家的故事去聽 而從他的故事裡面 去了解一個人 怎麼活過來的 所以才能夠懂得人 他那個意義是什麼 一般都覺得 這個不好不好 可是呢 如果能夠進入他故事去理解 我覺得我們比較能夠懂的 原來他裡頭有他的不同的含義 那麼很多時候是差異 我們生活中有很多差異 是我們所不能夠接受的了解 是我們的框架 我記得有個電影講 那個土瑞士的孩子 土瑞 土瑞 土瑞士的孩子 說他們是 就是講話的時候很容易 就出口成章 其實他不是啊 他就是好像只在罵人 然後出很多怪聲這樣子 他不是故意要罵人 他就是這樣 咕嚕咕嚕咕嚕 聽過嗎 土瑞士 土瑞士 不知道 我們不曉得有這種狀況的孩子 好吧 也有一些孩子呢 是自閉的狀況 那這是差異 可是差異裡頭呢 這些孩子都有他們獨特的地方 比如說那個自閉症的孩子 他們常常有獨到的 某種他專注的地方 的一種理解 他的某種天分 這個得進入他的故事 去了解我們才會知道 還有呢 像這個土瑞士的孩子 就算他們這些 跟我們有差異的人 什麼都沒貢獻 什麼都很 也是很頻繁 不會的 他光光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一群人就要去學習 如果我們是有愛的人 我們就會想 怎麼樣大家可以 給他也有一個空間 不是他被排擠 所以我們就要去學習 差異如何共存 所以長出很多能力 其實這個事件的進步 正是很多這些 有差異的人帶出來的 否則有些地方就是 一直都沒有無障礙設施 有些地方呢 就是都不會去關注到 你各種所謂弱勢也好 差異的人是需要被尊重 跟關懷跟照顧的 也正是因為有差異 才讓我們有機會 去更懂得要愛人 因此其實 如果有機會 進入人的故事 那會讓我們有機會 比較能夠正向方便 好 但是呢 要能夠正向方便 常常如果遇到的是 壓到你自己的 就比較難 尤其尤其傷到我 真的是很難 那我也覺得是 很多時候 當挑戰到我們人性的極限 傷了我們 我們好難去 怎麼看這個人還有正向 就不想看了 但是如果你力志想要成為一個 能夠陪伴別人的人呢 這時候 就我的經驗 人性的極限就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更高層次的意識 才有辦法去翻轉 那我這邊舉個小例子 像這個有個例子 有個故事說叫 小天使跟小靈魂的對話 所以這個小靈魂呢 在天上說 哇 這以後啊 我好想去體驗什麼 叫做善 善良的善 這小天使一聽到說 哦 你想要體驗善的話 那 我只好去扮演惡龍 那不然你就沒有對比啊 你就看不到善 啊 你得演惡 不是啊 但是我願意 只希望將來 當你經驗到 被惡對待的痛苦的時候 能記得那是我 今天願意 看看我們能不能這麼樣的去看 那些在生命中跟我們 帶給我們難過的人 這是其一 其二呢 如果有個靈性智慧的 眼光的話 也許你會看到 在我們身邊創造難題的人 可能都是菩薩跟老師來自的 我自己呢 有一個經驗 是我的先生 在他大概四十五歲的時候 他生病了 被診斷為造物症 前不管這個病吧 那我是說 我前面不是跟你們講的嗎 我有多重的鍛鍊 從自己曾經過病人 又曾經當過治療者 沒想到老天爺對我特好 還多一個家屬的位置 再來體驗一下 當然這過程裡頭有辛苦的 好 那麼我有一次呢 就是在支撐的 已經覺得八念年龍 但是也灰頭土臉的狀況裡頭 那就想說 我其實那時候每天都祈禱說 請上天給我足夠的力量 去支撐今天會有的變化 那是我原來每天的祈禱詞 就有那麼一天呢 我就想到公園去跑步走走 動一動吧 就真的去公園去 邊跑邊想 邊就是放空了吧 突然之間呢 有一個靈光一閃 那覺得 要是 我們早就在靈性的時候 還沒降到地球上踩火的時候 就已經 像那個小靈魂的樣子 就說我願意 哇 那我們先生這個角色可不好演 他會願意要 我願意演這個角色 要多大的勇氣跟承擔 他演這個角色 其實是老師來著的 像我這種站在這裡 有PPT跟你介紹 這是第二等的 第三等的 真正的老師呢 是在生活裡頭 就創造了一個難題 就給了一個題目 功課考你 要悠雅通過 要有智慧 要能夠帶著愛 要能夠溫柔 要能夠看見 希望 有任命 這樣通過 還能夠欣賞 我想這是老師 而且我覺得 從這麼一打開看到 我們家先生 可能是大老師 大菩薩 我就突然覺得 哎呀 我周遭的人都是菩薩 對 真的非常感謝 所以從那天以後 真的我們在整個星期就放鬆 雖然問題都還在 問題 也不是就不是問題 我還是要因應 可是呢 我的祈禱詞 變了 嗯 我不再去祈禱了 神老卿給我每天 有力量去因應你 你看這聽起來多累 我真的是滿心的感謝 我的祈禱 只有一個 謝謝老天 我想這是一個靈性裡頭的開啟 如果沒有藉由這個 對我來講 這個給我出考題的 可能都是我生意中 壓我的 給我帶麻煩的 可是從那樣的一個眼光一翻轉 一個靈性的視野一打開 哎呀 我好像更能承擔了 也覺得更加的感謝 好像也沒什麼叫做難 不過就這樣嘛 就接吧 就往前走吧 這是一種重新放定 好 那跟各位也就是這個分享 那麼一般時候 我們陪伴人的方法 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要能夠正向的去聽 然後呢 把人跟問題給他分開 人是人 問題是問題 一個叫做什麼什麼正的 對不起 是那個正來找這個人 不是這個人有什麼正 所以我的先生 他有被標籤我什麼 躁鬱症 在我看起來是 噢 是躁鬱 來拜訪他 是那個 有時候情緒非常高昂的 來拜訪他 這個人呢 他其實是 還有很多面向的 他不是等於躁鬱症 真的叫發病 也不過就 24個月裡面有兩個月 我們好好伺候他 剩下我們還有22個月 可以好好一起過生活 過有品質的生活 可以一起去旅行 可以把生活過到最好 然後真要再有 又來拜訪 那就來吧 也就這樣吧 我們還有其他 好過的事 所以把人 跟問題分開 然後去對待 陪伴人 好奇的去訪問 一個人更多的故事 聽故事 就是一個人 他能夠更細的去講他自己 他透過你的聽 他也就在界定他自己 他會越說越有意義 特別是透過你 正向看見的眼光 在聽他故事的時候 你可能就聽到 欸 一下子又說 欸 你怎麼這個這麼不容易 這麼辛苦 你還是能夠這樣支撐 這怎麼來的 於是他又有別的故事 這個從我媽來的 我媽就是這麼堅韌不拔 我從小怎麼怎麼樣 我媽就怎麼怎麼樣 我就也學會了這個 他又有他的故事 你又看到他在故事裡頭又講 哇 跟媽媽有這樣的情感 媽媽是他生命的力量 媽媽又帶來他生命 什麼樣其他的 他也覺得很棒的地方 又可以再訪問他 又有別的故事可以講 這個故事裡頭又有很多光亮的地方 你就再問那這個又哪裡來的 一個人的故事可以是這樣 不斷的被問那些好故事 有力量的故事 於是你就像串珍珠一樣的 看到這個故事裡頭 哇 有這個特質 那個好的 這個能力 那個知識 你怎麼知道這樣做的 你好奇的去問 更多的故事 就會有更多的寶貝給你看到 然後把這些收集起來 聚寶盤 然後來做 哇 你有這麼多這麼棒的 你會怎麼說你自己 有這麼棒的一個 有這個這個 這麼多這麼棒的 你知道這個人 透過跟你有這種眼光的人 陪伴他 他在旁邊這樣一聽 會對自己的看法 會好很多的 會比原來只是很扁的 很氣的 很乾的 或只有覺得自己沒能力的 會看到這麼多 是他自己的故事 不是你告訴他 平空的告訴他 喔 你好棒啊 可是很抽象 這都來自於他自己 一個人就會有力量 他會有更好的 對自己的認同 這是我們一般時候 陪伴人的 好 那下面呢 我要再用一點時間 要特別要貢獻一下 這個麗婷跟我說 我們當中可能也會有人 也需要 知道像經歷失落跟分離 像這樣子的經驗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陪伴別人 特別是有親人的離開 好 那我下面就來談談這個 好 一些原則性的見言 首先要對哀傷 要能夠認識 你知道生命失落 就是當如果我們死去 你親愛的家人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經歷叫哀傷反應 哀傷反應不是只有悲傷 悲傷只是其中之一 哀傷反應有這麽多 包括身體的 有疲憊 有胃啊 空虛 胸部 連呼吸都困難 呼吸急促 窒息 無力感 無盡達財 甚至失眠等等 都有可能 這是身體 你的情緒上 可能還會有失落感 除了剛悲傷 哀痛 孤單 會覺得混亂 甚至有時候麻木 沒有特別感覺 那也是哀傷反應的一種 那有些時候覺得冷漠 那有些時候覺得好像 世界都還在絕望 可是覺得好像有什麼 雷劍連不起來 一種解離感 這其實很正常 甚至有些時候呢 會是帶著生氣憤怒 甚至還會自責 有抱歉 這種感覺 我的一個朋友 二十六 陪他先生二十六年 他的先生兩個癌症 他自己還一個 兩個人三個癌 走了二十六年 他陪伴照顧 可是即使在他先生 最後一口氣揍的時候 那後來還是帶了 大概有滿長一段時間 就覺得對自己生氣 跟覺得抱歉 不愧疚 只因為 就是他最後的時間 沒有決定要插拐 因為他覺得他先生會癌 一般時候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已經在宣訪說 臨終就是能走吧 但是他認為他先生會癌 一口氣都會想到存在 就跟我們不一樣 這個要尊重 每一個人不同 所以他會覺得他沒有做好決定 很猶豫在那個時候 所以他永遠抱歉 會有的 但是他要透過時間 也不知道有人陪伴要訪 因為他對自己 他對他先生也做了那麼多 二十六年的命 好不容易是照顧來的 已經不知道多少年 是他這樣照顧才有的 甚至有些時候 也會有一種緊脫感 如果前面的關係 不是太OK的話 這時候會有種放鬆感 這不意外 也不要覺得這不對勁 就是會有很多複雜的感覺 當有這麼多感覺的時候 那就是接受他 那其中 我們要稍微知道 這個失落 特別有時候生命失落 他會帶來多重的失落 他不是直直的 特別是你沒有準備好的 這種 他裡頭有時候會有經濟上的 除了情感 經濟的失落 習慣的失落 目標價值的失落 還有社會位置身分等等 可能多層失落 所以有機會陪伴 會有經濟失落的人的時候 要去細細的貼近他 他到底失落了什麼 要理解他 那哀傷呢 已經被我們看成是一種 過程 裏頭有很多的訊息 是要讓我們可以有機會 去沉澱跟再出發 再整合自己 那這裡有一個美國的 叫 Walbert 博士他就提了一個說 你有哀傷的權利 我們也把這個權利 如果你要陪伴 有哀傷 經驗 正在哀傷 在失落中的人 這十個權利 那我很快地面對大家 你有權利去經驗自己 跟他的哀傷 你有權利去說出哀傷 你有權利去感受各種情緒 你有權利尊重你的身體跟情緒的極限 就累了 你就要休息 不能夠勉強 你有權利經驗 突發 Burst out 這種 有時候會在不經意之間 因為哀傷的過程 大概要通過 過去曾經特別關係好 特別親密 曾經走過的每一個場景 大概都要再哀傷一次 至少 然後慢慢通過 會Burst out 那很正常 可以允許 然後你有權利 使用你想要的儀式 你也可以去創造你想要的儀式 用力要紀念這個人 對他最有意義 對你最有意義的方式 你有權利 讓靈性跟信仰來支持你 萬一你會想要罵 那個偉大的力量 卻把你心愛的人帶走 你真的覺得需要罵 那麼找一個 在信仰裡面可以聽 但不會批判你的人 可以去抬 可以去罵 然後去整理他 你有權利去追問意義 你有權利點藏你的記憶 我們不是就切斷了 真正走哀傷的過程 是可以陪伴 跟把我們過去好的的經驗 連結起來 變成我生命中的資源跟力量 你有權利去經驗你的哀傷的歷程 它會是一段時間 通過那段時間而療癒 而不是就必須打斷 你的哀傷 才叫做過遠不可能 哀傷是一種自然的過程 那陪伴的原則 大概今天我就把這個介紹到這邊 對於我們這邊 有心想要陪伴別人的人 首先一樣 我們要把自己定位在目之道 我們是來跟你陪伴的人學習 不要因為你自己 也曾經走過有的經驗 你就泡在他身上 要謙虛 來 尊重人家用任何 他可以獨特的哀傷方式 如果他只要獨處 就讓他知道 隨時想找你都在 如果他願意你在 但是他不想講話 可以用一些溫暖的方式 陪著他在他旁邊 一定太多的話語 如果他可以聊 讓他多多講一些 他願意講的故事 特別是那些 可以為他帶來安慰 他好記憶的故事 有時候人們說故事是 回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裡頭有淚也會有笑 接納當事人任何的感覺 不要去批判他 不要去抵架 也不要去否定 也不要去講那些 有道理沒效果的話 講開一點 他需要來善 不要再哭啦 人生不如畢視十之八九 還是節哀順見 好像也都是我們覺得有道理 對 對 沒錯 講的也都對 但是也沒效果 因為他現在需要愛上 要貼近他現在的狀況 不要跟他講堅強起來 已經兩個月了 你怎麼還在這樣 我已經想賠都賠不下去了 不耐煩 如果是那樣子的話 大概先整理一下自己 好 來 再往下看 你要帶著相信他會走路 欣賞他的眼光 因為你看到他 在哀傷當中 他也有他路過的方式 跟不容易的地方 欣賞到他獨特的特質 這個人 他用他獨特的方法在走 欣賞他 重點是你的欣賞 你的眼光就撐起了一個空間 他就可以更緩一點 貼近他自己 然後走那個愛上的過程 通過他 每個人需要的時間長短不一樣 方式不同 但是旁邊有一個友善的眼光 欣賞的眼光在 那很不一樣 讓他可以說 任何過往的回憶 眼前的變化 還有他的期待 然後你聽的時候 也可以把你的感動 對你的啟發 可以告訴他 即使他在哀傷當中 都對你有貢獻 人什麼時候 最有力量 力量長得最快呢 是 他是你的顧問的時候 他能夠幫到你的忙 即便他那麼辛苦 還對你有貢獻的時候 那是他最能夠有力量的時候 我們這樣說吧 怎麼樣讓一根線 這一個好 怎麼讓這一個變長 找一個短的來配 你真的是聰明 完全是突破框架的 沒錯 找一個更短的放旁邊 一般人都會覺得要把他改啊 你要趕快變啊 家常 不 如果旁邊有個更短的 所以呢 有些學後 你知道 悲傷的人 難過的人 沒力量的人 他在他那個沒力量處境的時候 來了一隻 拉力頭狗 他有時候反而可以照顧那個狗 來了一個受傷的 折了刺的鴿子 他也許可以照顧他 受傷的 或是寵物動物 這個時候都是反而變成好的 因為對他來講 他不會強迫於他 告訴他應該怎麼做才對 建議他該怎麼做才對 而是他就靜靜的在那裡 然後呢 等一下照顧一下 是這樣子 反而這個人有力量起來 所以如果我們反而有一些 因為聽他的過程 看見他 然後覺得他真不容易 換成我 我都不見得這樣 甚至我從他啟發 我告訴他 我被你 你這樣子 我覺得我感動到什麼 我學習到什麼 這個人會更有力量 陪伴人的時候呢 是你 是向他學習 他才會更有力量 一定要定在學習者的位置 我們也不是要去替他解決什麼問題 只是來支撐他 可以有更好的自我認同感 一個人對自己的看法不同了 唉唷我都把他當麥克風了 一個人對自己的看法不同 他自然而然 他會面對他原來的問題 他的解決態也沒有不同 不需要我們比他有能力的 去替他解決什麼 告訴他該怎麼做 然後我們自己 在陪伴別人的時候 也要聆聽自己的身心感受 也要承認自己的限制 當你沒耐心了 不耐煩了 唉 最好這個時候說 我今天大概只能到這裡 我有限制 我需要再學習 不要勉強撐下去 結果呢 讓你的陪伴變成傷到人家 壓到人家 好 還有嗎 好 這個已經講完了 那我要講的 最後面應該就是 跟大家說 住人 還是被住這件事情 在我看起來 我的觀點 我們會說我是住人者 因為所有那些 在我生命中出現故事的人 所有願意把他們故事告訴我 讓我有機會陪伴的人 除了是我的老師之外 他們基本上也就是包含了我 從不懂到懂的過程 然後出了考題讓我可以去學習的人 啟發我太多了 是豐富我的 從我的未知 沒經驗到的 打開來 讓我有機會 何等榮幸去參與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 那是互相百度 我也 可以貢獻一點 我對人的 關心跟好奇 跟在乎跟欣賞 別人也貢獻給我 我可以透過他 進入他的世界 彷彿進入一個寶山一樣 看見那麼多的亮點 看見一個人 不容易 看見那些男的 看見我不懂的知識 所以基本上 我會認為是互相百度 沒有誰幫助誰了 或者要說的話就是互助 如果我有幫助人家 那也是肯定 別人也同時同時就幫助了人 同時在發生 所以一個有品質的陪伴 是能夠被理解 不是去勸解 然後是能夠被看見增加能力 不是去被同情 然後弱化了我們自己 有品質的陪伴是尊重的陪伴 不是一個自以為是 沒有協商的就給他照顧下去 所以最後面要跟大家講 助人的藝術就是 幫助人 可是不要讓人家覺得 被你幫助 對 這個就是助人的藝術 然後因為我們能夠看見 別人也就能夠看見他自己 同時還能夠複製出去 把愛傳播出去 好 今天我的分曉時間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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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